近年多座在内地发展的Theresa富穎 这日现身拍摄广告 她表示上次在香港拍广告 已经是上年年头的事 难得疫情下都有广告拍 还透露酬劳有六位数字 非常满意 最近因为疫情 艺人少了北上的工作 Theresa都表示会将事业重心转移回香港 如果第四个关 会不会听到你工作回头 这个真的很难说 未知开关的时间 如果通关之后 可能会比较容易去谈一些工作 但暂时我都会在香港 那是否未来重心都会返回香港 都会多了时间在香港 Theresa表示自己不懂买金投资 还说妈妈和姐姐都有买金给自己做嫁妆 不过Theresa似乎暂时未用得着 因为她要专注事业 未来推出新歌 现在囚备MV的拍摄 这次MV会否考虑自己都很构思 帮手执导吗 其实都有 这次MV的idea 其实我和导演是一致的 都是觉得要这样拍法 所以我都很期待拍那天 但自己有没有心仪的角色 心仪的角色 心仪的角色 我想到那些可能都未必会展示我 其实都要看看对方是否愿意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MV 真的价钱不是很大 所以希望可以找到友情客串 9月22日是Theresa36岁生日 她表示会和家人打边楼慶祝 不过很可惜不可以和粉丝开派对 唯有约她们在网上慶祝 哇